好 第一棒請看題目說什麼 他說如果A跟B同時減去4以後啊 會變成相反數 請問你A加B加4是多少 好 第一件問題 什麼是相反數 什麼相反數 比如說3跟-3就要相反數 那你告訴我 相反數它有什麼特性 相加會點多少 B B 好 所以交點就看了我再講完 A不是減4嗎 那就把A減4吧 B要減4對不對 那請問你這兩個數字是相反數 4吧多少 我不知道 也許是7跟-7 8跟-8對不對 但我確定一件事情 他們兩個相加會得多少 0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A加B會得多少 0 這兩個合在一起 是不是變成-8 那把負荷一共也變成 8 看得懂嗎 他懂 我把A跟B直接寫上去 好 我寫慢一點好了 看這邊看這邊 A減4有沒有問題 B減4也沒問題 對不對 我現在我要做的變數它等於0 來請問 你把A跟B放在一起 變成了A加B 然後呢 你把-4跟-4合在一起變多少 是不是變成-8 然後等於0 接下來A加B得多少 你把-8一共也變成什麼 正8就變成了8 所以我知道呢 A加B得多少 8 至於A多少B多少 我不知道 他們兩相等於8而已 所以答案出來了 他提問不是問你 A加B加4嗎 那請問你 A加B是多少 8 所以他就8加4 12 12 所以他選12 我選錯了 老師 1 1 2 2 1 1 3 1